哎呀,就在这个小山坡上吧 这是一个路边的小公园 哎呀,放好 给大家看一个好东西啊 我先把这个挡住 大家认识这个是什么字不 不认识吧 席,席线啊 我以前也不认识这个字 席线非常贴心 它还标注一个拼音 是山西临粉丝席线 席线有一个著名的美食 水果,玉露香梨 这是一个粉丝朋友给我寄过来的 我说不用寄,不用寄 硬是给我寄过来的 我就在这个小公园 把它拆开看一下 身上带了一把刀 看看这个梨怎么样 看它是用这种白色泡沫,包的好好的 大概有个有个接近10斤了吧,8斤左右 哇,漂亮啊,挺会搞的啊,看没有 它是这个样子啊 2,4,6,8,10,12,一共12个啊 它是用这个泡沫这样包着啊 先把刀放好 哎呀,这么大 大家看一下啊,挺大的啊 哇,包了一层纸 再包了一层白色泡沫 这个非常细心 看到没有这么大 哎呀,山西凌粉席线的香梨是不是很有名啊 这个梨很饱满啊 我马上尝一口啊 虽然没有洗 哎呀,给我尽一点 当当当当,这梨不错啊 我咬一口啊 哇,太好吃了 好甜,水分好多,大家看看 很新鲜,还在流汁 我早就听说过 山西席线香梨 玉露香梨很有名啊 但这个是我吃的的 确实最好吃的 又大又甜,水分又多 我之前吃的那个香梨啊 它是个头可能只有这个一半大啊 怎么这么大 我也不能白吃啊 朋友,谢谢你的香梨啊 我就帮你宣传一下啊 如果我的粉丝,我的朋友们如果有想要的就可以告诉我啊 因为它也不会在手机上操作 也不会在手机上去怎么带货啊什么的,它不会 它就是在他们当地去卖,然后在一些社区 非常棒 再次感谢啊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特别漂亮,12个 我来到山西之后啊,不但品尝了很多山西本地的特色美食啊 还得知了在山西周边啊,有很多特色的农场品 特色水果,你比如说这个玉露香梨啊 再往后啊,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山西特色美食 也欢迎大家给我介绍啊 我现在在一个小公园,现在是秋冬季季啊 秋季了啊,马上生秋了啊 这个树叶都黄了,非常漂亮 生活永远都是这么美好啊